歡迎回到我們的頻道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就訂閱、按讚和分享 剛剛我看完星島的投訴王 有關LalaMove的 我自己本人和一位朋友 都試過中伏在LalaMove 我的工作人員那天 忘記帶公司鑰匙開門 他竟然問了我另一個工作人員 或者打給我 我另一個工作人員想了一個很好的計劃 把LalaMove叫了 之後就通過鑰匙 我聽下去也好 不用自己拿來拿去 都因為較方便的方法 就決定這樣做 誰知我等了三、四個小時 都還是開不了門 打回去問的時候 我想罵爆的時候 他竟然拍了LalaMove的路線圖給我 我不知道為何他由九龍過香港 不是很久的時間 他竟然從銅鑼灣 又去哪裡 但他叫LalaMove 明明是電單車送貨 然後那個人 最終當然是到埠 我初時還以為 我的工作人員回家 還不開工 然後他就告訴我 現在LalaMove是這樣的 因為要集齊的單車 才開始走 不過不是點對點嗎 誰知結果 我另一個工作人員 等了三、四個小時 才拿到鑰匙 他還要給他錢 為何你不罵爆他 聽完這個故事或經歷之後 是不是真的催他不漲 而我的工作人員又蠢到死 真的站在門口三、四個小時等 唉 這次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一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他這次都是送了一些名牌袋 但價值不到十萬元 十萬元以下 同樣那個人收了貨之後 一樣是不見了那件貨 而賠的單 都是好像那個人這樣說 賠回單的三倍 或者一千元 但他又去報警 又去跟進這件事 都是無果的 其實LalaMove的負責人 是不是應該要澄清 或者出來解決這件事 或者如果將會有這樣的事 再次發生應該怎樣做呢 這次我這兩段經歷 都真人真事事實上是發生過的 那分享完了 那我下次再分享其他東西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新頻道 請大家多多支持 亦都多包涵 希望我繼續可以找到一些奇趣的事 或者經歷一起分享 然後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